姜女士是跟杭州卖优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签的合同 她购买了32999元的套餐 成为了珍珠会员 姜女士说 第一次约会就在杭州深蓝广场卖优公司 她形容这次约会其实就是听了对方半个小时的独白 她从小的爱好是怎么样的 家里是哪里的 然后她平时是工作状态是怎么样 全程都没有问我的情况 自己在那边接受了半天 也没有问我对她感不感兴趣 就是这样子的 我都压根就没有开口的机会 就感觉整个全程整个人都认奔 如果她怀疑的托我们也可以告她诽谤 我们只要你证明那个男孩子是我们这里的托就行了 合同上注明 卖优高端会员俱乐部业务服务 是依托于卖优网站基础上 并授权委托杭州杜拉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 卖优是一个总公司的名称 杜拉拉科技有限公司是下面的执行的分公司 一个是去执行的 卖优是总部在哪里 就在我们杭州啊 就在杭州啊 对啊 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别的城市有吗 没有 总部就在杭州 那杜拉拉也是唯一的一个 对啊 提起杜拉拉 再看到这位周主任 记者想起来 今年3月26号跟对方打过交道 当时同样30岁的周女士反映 她跟杭州杜拉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签了一份补充协议 交了16800元后 成为了对方的重点会员 靠谱啊 第一次介绍过来 那个男的就请我吃饭了 当天晚上就想去我家了 我住的地方大晚上了 都十一要点了 第二次就让他去了 嗯 去来了 然后那男的就 就要确定关系 就是冬所冬家 这个的话 如果感情速度比较进来 比较快 也有可能变成了这个程度 那也太快了吧 第一天就要确定 那你这个两人的感情 我们也把握不好的呀 把握不好 高端婚恋 高端婚恋怎么来 高端婚恋的话 意思就是你们两个人交流的话 就必须要等到一年半年之后 才能确定关系吗 当时工作人员介绍 周女士来店里要求退款时 还跟客服部的周主任 发生了肢体冲突 是我们周主任来负责 帮他们调解一下 结果进去谈了 没有三分钟就闹起来了 然后被打的 他把我员工打了 打得还很严重 我们的脸都是像 现在班都上不了 门店当时出示的照片显示 那位客服部周主任脸上 有好几条血印子 周女士也出示了照片 说自己被对方打得鼻青脸肿 就是因为那个女的 他说他服务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不肯退钱 然后我就把合同丢给他 丢给他之后 他就先打到我这个脸 真是无巧不成书 记者上次见到的是周主任的照片 这次见到的是周主任本人 不过周主任的脸上 已经没有血印子了 那见面前的话 规定所有的情况 跟你沟通过 你本人觉得任何愿意去见 我们才会安排见面的 那话要说后来 我们也没有能力 见一个人就保证100%成功 记者希望能联系一下 姜女士的第一位约会对象 周主任认为 这涉及对方隐私 拒绝了 姜女士跟对方签的合同注明 合同期限是180天 服务期内 推荐人选不少于8人 姜女士说 见了第一个后 就不想再见其他人了 此外 合同规定 服务期内 根据套餐内容 提供情感咨询服务 共计6次 每次时长为45分钟 姜女士介绍 自己接过两次电话 按对方的说法 这就是给自己提供了 两次情感咨询服务 因为你们老师每次跟我打45分钟的电话来给我介绍 我认为他讲的所有的东西对我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 都是我在讲 老师就在旁边就问一句 然后其他的全都是我在陈述 他在旁边打字记录下来 仅此而已 是这样对吧 这是每个人的感受 周主任拿出一本册子 翻到玛瑙会员这一页上面注明是4个月 服务费是32,999元 周主任介绍 虽然姜女士是珍珠会员 级别低于玛瑙会员 但老师按照上面列出的课程步骤和内容 给姜女士做情感咨询服务 我认知 自身的成长经历 父母带来的影响 每个人都会带着原生态的烙印去和对方相处 如何解决 就是解读跟对待 就是从原生态的家庭 我们上课的内容都是围绕着我们这样的主题去做的 但你说每个人的效果那因人而异的 在跟所谓情感咨询老师的微信聊天中 老师在6月11号问姜女士 嗨 今晚方便上课吗 姜女士当时的回答是 正投诉你们家呢 姜女士介绍 两次所谓情感咨询服务 其实就是对方提问 自己回答 根本谈不上什么上课 自己也没有任何收获 40分钟4000块钱一节课 他认为就跟巴菲特的午餐一样 10万都应该是值的 你可以把这个电话记录曝光出来 让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电话内容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能大概听一下他们讲的什么内容 那这一些的话是属于商业机密 我们是不能提供的 姜女士介绍 此前经过职能部门调解 婚介机构要扣出10500元后 再把余额退给自己 她认为 自己听一名男士读白了半个小时 接听了所谓老师的90分钟电话 连给500块都嫌多 卖优的周主任仍然坚持 职能部门给出的方案 姜女士表示会继续维权 188环剑记者报道